这三个花梗呢对其中一颗今天我做了一点事 所以记录一下 不过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我是想展示一下这位花友的留言 这位花友呢做了非常仔细的尝试和记录 根据这位花友的留言以及我自己的观察分析 我觉得这种水差育苗的方式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这位花友的这些留言分别在23070和23118那两期 详细的留言内容我就不赘述 大家可以到视频下面去看 在看留言的时候一定也会发现其他的一些留言 有很多花友的实验并不成功 不难发现这其中失败的占多数成功的只占少数 那为什么我只根据少数成功的案例 就断定这个水差育苗的方法可行呢 并且即便是这位成功的花友 他出现的也是花芽 暂时还没有苗芽 不过他会接着实验 苗芽呢就只有我这儿的两个 好那接下来我就说说我的理由 主要也就是我的想法 您听听看有没有道理 在展开说我的理由之前 先插说一点 我的这次千差育苗的起始点 就是从这期视频23028开始的 如果想要找到这期视频 只需要在YouTube上搜 静解23028就可以 当然如果您搜静解说花23028也是可以 如果想要简单一点 静解加上视频的编号 基本上都能搜到 在23028这期视频里头 简直不是为了育苗 只是后来它出了苗 所以追踪着它的生长 后续又发了几个视频 如果想了解这个过程 可以去看那几个视频 好那接下来我就开始说 偶然发现的这种水差育苗法 要想得到一个苗 并且让它长大 大致需要这么三点 培育小苗呢 我们用到的是蝴蝶兰的花梗 确切的说是利用蝴蝶兰花梗上的休眠芽 花梗上的休眠芽 只要能够萌发 就有得到苗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芽 要么就长成苗 要么就长成花 只要它停止休眠 开始生长 就有得到苗的可能性 那这算是第一条吧 第二条是在育苗的过程当中 这个花梗不能腐烂 因为花梗腐烂了 连带着苗可能也就腐烂掉了 自然就没有机会长成苗了 第三点呢 在这个苗长大的过程当中 还需要能够持续不断地得到营养 这样它才能长大 这些营养的获得 一直要到它自己长出根 能够自食其力为止 关于上面这三点 我们再展开来讲 花梗上的那些休眠芽 可以认为它们就是备胎 当它们还长在蜘蛛上的时候 因为整个蜘蛛有很多的生长选择 它们的生长顺序并不优先 所以处在休眠当中 当一节花梗被剪下来 脱离整个蜘蛛 那花梗上如果存在休眠芽 这个休眠芽生长的顺序 马上就提前了 因为从这个花梗的角度来说 排在休眠芽前头的那些 优先生长点都已经被去掉了 这就像继承皇位 皇帝没了 太子就可以上位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花梗上的休眠芽 是有发育的意愿的 就比如说这三只 插到水里 休眠芽开始发育了 但有些时候呢 休眠芽可能睡得太沉 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 还没等它完全苏醒呢 可能整条花梗已经烂掉了 毕竟要这些芽苏醒过来 需要一些刺激 也需要一些能量 之前我在育苗的时候 使用的脆芽剂 就是对休眠芽的一种刺激 让它苏醒过来 是一种植物激素 那么问题来了 前面我说过 剪这些枝条的时候 我没打算预苗 所以我没有在休眠眼上 抹催芽剂 既然我没有抹催芽剂 是什么让它们醒过来了呢 没有外来的刺激 那自然就是内部的刺激了 剪下来的这些花梗呢 虽然只是一个片段 它也有求生的欲望 而且也有存活下来的可能性 当我把它们随手插在这个 没有洗得太干净的 酸梅汤的瓶子里的时候 瓶子里的残留物 给了这些花梗 继续活下去的能量 也可以理解为是营养 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 帮它做了防腐 如果它的活力 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 它自己也会防腐 我们会发现 越是有活力的 而且活力越是旺盛的 越不容易腐烂 当它有了活力之后 它自然会产生 促使生长的激素 促使休眠牙开始生长 因为它要想生长 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 也就是休眠牙 或者是这个花梗的尖端 如果有的话 这三条花梗的尖端都在 我们没有剪掉 但是它们优先选择了休眠牙 有没有可能有的花梗是选择生长尖端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 所以如果我有心要育苗 通常我会把尖端去掉 这仨保留了尖端 仅仅就是因为当初 我不是为了育苗 把它们放到瓶里的 但后来它们既然已经选择了休眠牙 这些尖端保留着并不会影响休眠牙的生长 相反的如果这会儿减掉 还多了个伤口 又多了一个感染病菌的风险 所以也就没有动它们 让它们继续在那 说到这儿呢 总结一下 这些苗的出现 就是因为无意中给这三条花梗提供了营养 所以它们就发育了 碰巧有两个芽长成了苗 一个长成了花芽 这个瓶子里呢 主要就是泽来水 和极其极其少量的酸梅烫的残留 说极其少是因为瓶子我洗过 它没有认真洗 只是简单涮了一下 就一定会有残留 这些残留可能主要就是 有一点点糖和一点点酸 由此呢 想到可不可以自来水 加上一点点醋 一点点糖 醋可以帮着杀菌 也可以帮助制造酸性环境 酸性环境是蝴蝶兰喜欢的环境 糖是蝴蝶兰可以直接利用的营养 这就好比我们人 吃进去一个馒头 经过消化分解成糖 我们才能利用 兰花也类似于这样 根吃进来一些类似于馒头的东西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转化 转化成糖 它可以利用 那我们直接在水里放一点糖 净吸收进去 马上就可以用了 所以就在某一期视频里说到 如果有条件 用糖和醋做个实验 有好几位花友参与了尝试 多数呢 都以失败告终 最成功的这位花友呢 出了一些花眼 那我觉得这就够了 足以说明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我以前使用我那个前叉瓶 培育出来不少小苗 但实话实说 坏掉的比出小苗的更多 原因就是我们在家里育苗 很难提供无菌的环境 剪下来的花梗 在湿润的环境当中 感染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这就是为什么 蓝元在育苗的时候 会采取很多灭菌的措施 即便是这样 它们也不是百分之百 也有出问题的皮儿 当然了 因为它们灭菌做得比较好 所以成功率比我们高 特别特别多 在我们家养环境下 能有一定的成功率 就已经很好了 就是因为 没能很好的灭菌 另外蓝元也是会 把花梗放在培养机上 那个培养机呢 一方面固定那些苗 或者是芽 另外一个主要的方面 就是提供营养 那个培养机里头 有很多营养 其中就包括折糖 所以我们水擦的时候 是可以放点折糖 具体放多少折糖 多少醋呢 实话实说 这个我也没有数 我觉得可以这样 空瓶子里头呢 放点醋 涮一涮 如果能够盖上瓶盖 让醋在瓶子里 放上一两天 可能更好 放醋的目的是为了 给瓶子里面杀菌 然后呢 往里面放自来水 或者是凉开水 用来泡花梗 如果觉得加进来的水 比较少 醋的残留 可能在里面占比比较高 也可以先用水 涮一遍瓶子 倒掉 再重新加水 重新加水之后 醋的残留 就相对变少了 那至于糖 加多少呢 应该也不需要 加太多 平时我们施肥 不都是需要 薄肥禽尸吗 所以不需要 加太多 这位花友呢 提供了一些树枝 可以供大家参考 除了醋和糖以外 我在想 直接滴一滴 酸梅汤 估计也行 或者其他 类似酸梅汤的东西 同时为了增加 出芽率 如果手边有 脆肴剂的话 可以用 双管齐下 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但如果没有呢 那就只用 醋和糖 或者酸梅汤之类的 不使用催芽剂 只添加醋和糖之类的东西 出苗是有一定成功的可能性 加了催芽剂呢 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就成功 育苗失败的最大原因 可能就是灭菌不好 导致的花梗腐烂 所以如果能在灭菌方面 下点功夫 有点改进的话 我相信对成功率是有帮助的 到这呢 我还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做 培养机 也就是有营养的那个东西 或者是培养液之类的 我相信我们可以做 但问题是 如果灭菌做不好 那个那么有营养的东西 会很快的发霉腐烂掉 如果解决不了灭菌的问题 我们就先用一点点折糖吧 毕竟折糖并不那么容易发霉 第二个问题是 是不是所有的蝴蝶兰的花梗上的 休眠芽都能萌发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但是我也发现一个规律 体型小一点的蝴蝶兰的休眠芽 更容易发育 而个头比较大的 花梗特别粗壮的 反而不太容易发芽 这是相对来说 这个规律当然是 它自身的原因导致的 最后呢 我再来说 今天我对我那三个花梗 做了什么 其实只是对其中一个 上次的时候 不就发现 这个的下面有点腐烂吗 今天我把它拿出来 把烂的那一截剪掉了 剪掉之后也没做什么处理 直接又插回瓶子里去了 当然瓶子里的水呢 我给它换了一下 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儿 我会继续观察着它们 有什么变化 会在后面的视频里展示给您看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或者说你有什么尝试的结果 很欢迎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